這個等於什麼呢 這個就09 然後呢AND有沒有 AND這個東西 再AND AND之後的話呢 我們要幾個0嘛 REPT 所以你用REPT打上去 0 點 重複幾個 3減掉LEN 所以用LEN打了 然後 根據什麼 根據這個本身的長度 對不對 然後刮弧 AND 他自己本身 那剛剛漏掉一個就是 這邊前面有個什麼呢 一個DASH 所以再一個AND 再一個DASH 一個- 好了之後的話 直接後面這邊 做完之後 其實可以把它用COPY的 因為後面這個是跟前面一樣 只要把它改成I2就可以 COPY 到這邊貼上 這邊把它改成I 這邊把它改成I 按打勾 有沒有錯 最後 最後這邊有個刮弧 後刮弧漏掉 有沒有 REPT後面有個後刮弧 所以這邊要有個後刮弧 後刮弧 OK 然後 這邊 這邊多了兩個刮弧 打勾 OK 點兩下就做出來 好 所以你往這個地方直覺的 那再來的話 在接下來的話 這個是插入函數 我剛剛最近使用過 V-LOOK函數 所以這邊的話 全部裡面 剛剛沒有出現 VL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LOOKA VALUE 就是它的血型 它的血型 後面對照表是 大寫的 所以呢 請你把它改成 Big 5 刮弧 它就會變成 全形的 全形的 全形的B 再AND 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形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打一個形 好 那TABLE ARRAY的話呢 就請你按一下 F3 F3 然後選 選型就出來 有沒有確定 那這邊的話 第二欄 完全比對是0 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前面要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 插入一個什麼呢 符號裡面 找到更多裡面的特殊符號 這個符號 那把這個符號C Ctrl C又複製 再到這邊 Ctrl V 那可是特別注意要先雙引號 要雙引號 然後Ctrl V 把這個剛剛那個符號把它貼上去 這個 先取一下 再一次 這樣選取 Ctrl C 再把它取消掉 再到這邊 雙引號 Ctrl V貼上 雙引號 and 串接 然後面還會有一個 所以 一樣的方式 把這一串 Ctrl C 複製 因為 只要改 2改3 就可以了 所以 and 貼上去 然後這邊的話 改成3 改成3 按打勾 完成 點兩下 最後的話 常用裡面 怎麼樣呢 把字改成10號字 然後呢 自動換列 完成了 完成之後這邊 先把它刪除 OK 那後面還有兩個動作 我們分別把它完成好了 第一個的話 它題目裡面還要求什麼呢 把這個範圍 轉換成什麼呢 再來就是 把範圍 A1 列高 所以列高把它改成60 然後把A1到 101 套用這個格式 再轉換為 資料 範圍 這樣這一題就完成了 好把列高 那列高怎麼選 請你選一下 第2列 各位有沒有發現 2有沒有 一直往下卷 卷到101 再按 Shift Shift按住有沒有 按101 點一下 這個範圍 就會被選取 2到101按右鍵 在這個上方 選舉範圍按右鍵 會有個列高 輸入多少 60 確定 列高到60 好 那再來的話呢 請你再把這個選舉範圍取消掉 請你選A1到 追110 題目有要求 100 然後按Shift鍵 再點追110 按Shift鍵 這個範圍呢 選舉起來之後呢 記得按Shift鍵 然後呢 找到哪一個呢 找到常用裡面的 這個 格式化什麼呢 為表格 這個選項 請你選這個 常用格式化為表格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點下去 請你找到 中等深淺在中間 對不對 14是哪一個呢 其實123456一直到這裡 14在這裡 有沒有 中等深淺14 他是按順序排的 第14個 好 那他問你說是不是這個4 按確定就好了 確定之後呢 最後呢 請你再按什麼呢 轉換為範圍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 轉換為範圍在這裡 有沒有 請你把它點下去 好 4 最後呢 請你把它另存新檔 活躍布 那這邊的話呢 就把它存成 EXA02 按儲存 出身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呢 為了讓大家 看一下這個 到底能不能 得到滿分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會不會滿分呢 這個好像很難 這樣要拿滿分 應該不太容易 我們來試試看 看一下 畫面 然後畫面 先 這麼小 是不是有問題呢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做过一次 那应该是平不了满分 各位看一下 10分 不过没有关系 我再存一次给你看 一样还是满分 因为我刚刚做的 画面滑笔给各位一下 像这一题 我应该至少做过10倍以上 所以是可以倒背无流